我们认识五个月就结婚了 很快就有了孩子 可能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吧 我们彼此都不是很了解 然后婚后怀孕时才发现 原来她没有那么有责任心 也没有丧情心 其实我觉得 并没有她受的这么严重 哪家夫妻不伴随吵架这些的 可能是她生完小孩 比较累 情绪比较紧张吧 我实在是劝不动她了 我其实也是想 希望她有所转变吧 不然这段婚姻 实在是无法继续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33岁 来自重庆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天30岁 来自贵州自由职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闪婚的是吧 对 认识多久闪的呀 我们是认识五个月 然后结了婚 还好 还好 五个月 对 就闪婚了 对 现在结婚有一年多 对 一年多了 有孩子没有 有 孩子多大 一岁 这个心里不舒服 很委屈是吧 对 对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从生孩子嘛 然后到怀孕期间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一点都不上镜 然后对这个家也没有责任心 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感觉真的是没办法继续下去 怎么就没有责任心了呢 因为婚前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工作单位不是倒闭了嘛 然后那段时间他也忙着找工作 然后我们两个又在筹备婚室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事情也挺多的 我就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吹着他赶紧找份工作 但是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说有找工作 那找了一段时间他去干了一段时间 我就问他有没有拿那个发工资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后面就是运检啊 产检什么都需要钱嘛 然后我就问了他 他说没有干满一个月 然后就没有工钱 等于你们俩是因为这孩子结的婚是吗 也是婚后当月 结婚当月的时候怀的孕 就是闪婚 闪怀 是这意思吧 然后等于这个时候 您丢了工作了 是吧 对 因为我们之前那公司搞命嘛 这个不代表他没上进心啊 但是那个时候 他说他早出晚归的 我以为他去工作呀 刚好在那个单位 也是我朋友的姐姐也在那个单位嘛 天天出去晚上回来 有的时候还加班 然后我就托我那朋友的姐姐问了一下 结果别人告诉我 就上了几天就不干了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 就感觉他一直在骗着 沙子谎的找着工作 我只是想当时 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以后再告诉他 因为他当时是怀着孕嘛 我就怕他担心 是这样的 那你知道我怀孕了 肯定是心里面 那个时候怀孕期间 心里面各种方面都不舒服 那你一点都不理解 你干嘛就杀了谎 就说你找工作什么的 你跟我说一声就不行吗 等于他怕你着急是吧 对啊 所以他跟你说他出去工作了 实际你干嘛去了 实际也是找工作吧 就是因为他老说他加班嘛 加了然后我就被我知道他没有在那个工作单位上班之后 你找工作也不至于晚上找啊 不是 我差点给你蒙了呢 我白天出去找 然后基本上那段时间我们也长期为一些事情吵架嘛 然后就不是太想很早回去 然后基本上下午这样我就到我朋友家里去了 这样 哦 听明白了 等于你 你认为他去工作 他实际在找工作 是吧 你认为他在加班 实际他在躲着你 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他没有那么告诉我呀 其实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嘛是吗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捅破了之后嘛 就破冠破摔的 对 这个事确实欠妥 对 但是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招就吹着你什么的 那怀疑期间我也挺不舒服的嘛 然后就是这个事情过后 我给他发微信打电话他也不回 有的时候打了十几电话也不回 什么事过后啊 就是你戳穿了他之后 对 就戳穿了之后 没有他说的这么夸张 他说的打十个怎么可能嘛 那那个时候我发微信什么的也不回 你们不在一起住吗 是在一起住 那还要发微信吗 那我打电话他不接嘛 微信各种方面 就是能联系上他的 就是我都在联系 你是指白天还是指晚上呀 晚上白天 你不回家了 不是 就是那种事捅破以后嘛 我基本上一回去他就和我吵 你就嫌我这样嫌我那样 导致我那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我朋友家 过了夜 那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那我心里面感觉特别委屈 我希望他能够多关心我一点 后来那个时候 就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说 怀孕的时候 一天宫主十月的那个太后嘛 但是这十个月太后 我连一点感觉 在他身上一点感觉 感觉不到 我就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 有的时候我想吃点东西半夜 我说老公你给我煮的吃了嘛 他就说太晚了 明天吧改天吧这样子 后来他女孩是回来了是吧 对 就是回来之后 不是也给你买过嘛 有次你不是说想吃那个辣条嘛 就给他买的辣条回来嘛 我都觉得好搞笑 他给我买辣条 他有一天他回来嘛 回来信聪带两个辣条 就说老婆给你买的辣条 我就觉得有点懵 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想吃了辣条 后来我想了想 我就觉得好像是两个月以前 我说我想吃了辣条 突然就给我带了辣条回来 我就觉得你难得 拿这两个辣条 给我邀功吗还是什么的 不是 不是 只是我当时在乎你嘛 也记得你说过什么嘛 但是我就觉得 你没有把我跟你说的话 放在心上 那我当时想吃的话 你直接给我买不就得了嘛 干嘛拖那么拖一两个月呢 就是你孕期 在你的记忆当中 除了才给你买过辣条 就什么都没有关照过你了 是吧 反正在家 基本上他什么也不干 就是本来我就想了吧 就是把小孩生了之后 他看了小孩 能够尽到 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嘛 但是我觉得 他一点改观都没有 就是我坐得泼妇产 回来的时候 回家一个多星期 那我还要抱着小孩 洗头 洗澡 那小孩闹了 我还要哄着他睡觉 那他倒好 就常常玩手机啊什么 也不帮我看一下 是吗 也没这么严重 这件孩子也不至于什么 都不看嘛 都不管嘛 那记得有一次呢 小孩哭得特别厉害吧 我就让他给我看一下 他倒好 都对着小孩大吼了 说就让小孩闭嘴 不是 那小孩几个月嘛 他知道什么 不是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小孩 本来是很闹啊晚上 因为我哄小孩 他不听我的 然后他一哄小孩 马上就好 我就叫他去哄一下 是这样的 那小孩闹着算了嘛 但有一回他就是经常出去嘛 那时候也是 经常出去 对 然后也是一出去 反正就是两三四天再回来 他回来倒好 就是批了啪啦的声音又大 然后就把那小孩给吵了 不是 你出去干嘛呀 不是 那段时间是世界杯嘛 在看球 在我们朋友家里看球 你等于生了娃 有世界杯 你还是世界杯是吧 那个时候老是在屋里看嘛 看着小孩都吵醒了 醒了完了 我还要得哄小孩 当时不是 你把我哄到客厅去睡了嘛 那你还好意思说 我把你哄到客厅 哄到哪去啊 那我们俩怎么休息啊 那你看在客厅 看个足球什么的 还一会儿叫好了 声音又特别大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激动的 不是 因为我确实是 喜欢看足球 所以说有时候比较激动 看足球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算了嘛 那个时候 我身体不过也发胖了嘛 然后在一起 一两年的时间 也没给我买过什么衣服 包括我来节目也是 不是 之前才给你买了 几套衣服的嘛 那你一年一季也什么的 我就两身衣服换鞋 不是 因为他是 才生完小孩 还比较胖嘛 我是想等他 稍微瘦一点再买 反正我就觉得 他真的一点都不爱我 一点都不体谅我 然后后来就前几天嘛 我们这小孩不是在睡觉吗 然后那个时候 不小心掉到床下去了 他一听到小孩哭声 他进来冲着我就大吼 我就大骂什么什么的 是啊 因为当时 他不是把我轰到客厅去睡了吗 然后我想这么宽的床 他们两个人睡 小孩都会掉下来嘛 当时也是可能是 比较情绪比较激动的 那你也不问一下我为什么呀 那我有的时候我也辛苦什么的 那小孩说一下我也心疼 那我反正我们两个就吵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公共听到声音了 进来然后打了他一耳光才制止的 所以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难受 特别寒心 之后他后来其实我就也是想让他 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嘛 然后他老是在家里这个样子 那实在没办法 然后我就给小孩断了奶 那时候小孩超过一岁嘛 我都断了奶 那小孩也一直哭 然后我也心疼了 但是我上班为了什么 我也想为了这个家好 我自己出去工作 那他倒好什么都不管 等于现在你们家钱 是你正式的意思吗 对 然后我现在也在找 也在找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 啥是你合适的呀 不是你好意思吗 他怎么找到工作的 你怎么找不着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 要好找工作一些吧 那你做什么呢 我现在是做文秀这一块 文秀 对 文媒什么的 有手艺啊 因为是这样的 我也之前找了两份 因为和之前的收入 出入比较大 就这样 不是那你干其他的呀 你娃谁呀 兄弟 这个事情 我记起来就有一次 就家里面也是托人 给他找工作嘛 他总是就嫌 这个工作不好做 工资不行 待遇不行 要么就觉得工作 时间长了什么的 然后反正就跟我说 灌个理 感谢观看 太四心 成切 set 必须 摆成 小石 그때 冤枉 部分 о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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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小王 我真的特别替你着急坐在这儿 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夫人在怀孕期间 你一走就是好几天 是他做了什么让你不能容忍的事情吗 不是 是因为当时没上班嘛 然后他就看不惯嘛 就说我这样说我那样 然后我就是 但是你夜不归宿 他知道我在哪里 他知道哪里 他怀孕了 他需要人照顾 他是人生当中非常脆弱的时刻 你可以不工作 可以拿不回家前 这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时间段 一个节点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在怀孕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第二个问题 你冲着你们家几个月的孩子好 他听得懂吗 你只能把他吓得更哭 他不理解爸爸为什么称我好 这样一个人 我平时见的也比较少 看到以后就开始喊 对孩子是有刺激和伤害的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 自己没有办法消化 只去逃避 只去发泄 那你老婆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当中 我看到这位女士 她就一直是弩着往上拔 坐月子的时候给孩子洗澡 你躺到玩手机打电话 玩游戏 为什么 因为你不爱他 也不爱你们的孩子 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爱你的面子 你的理子 你的工作 你的尊严 但是我们为人父母 首先要照顾的是家庭 是子女 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 说我上班干嘛 我赚奶粉钱 真的就是在赚奶粉钱 而这个奶粉钱 现在是谁出的 是你太太出的 是父母出的 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人 如果你没有能力 我今天也不说什么了 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男人对于女人的伤害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爱上了别的女人 更多的时候是在女人 希望的时候让她失望 在女人脆弱的时候不给予她安慰 而她的三部曲 希望 失望 濒临绝望 怎么唱 怎么唱很简单 未来的旋律 由你起调 你是有机会起这个调的 希望你能够把它唱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个事实吧 你都不敢想 会更好 你像一道阴影一样 让这个家庭的环境都是阴霾 因为你明明是 我觉得还算身强体壮吧 也是颠覆力强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能为这个家做点贡献 暂时找不到工作没关系 你至少多回家 多陪伴 多爱孩子和老婆 这能做到吗 做不到 你能吗 能 你回来是什么 你在家里给孩子带来了吼叫 给妻子不闻不问 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不要紧 但你得是在找 你不能是在逃避 你在外面要面子是吧 可是我告诉你 你真正的面子 不是别人给的 是你正本的 而真正给你面子的 让人看得起 最应该的是什么呀 是你最亲的人 如果最亲的人 对你失去了希望 你在他们的眼里 已经没有面子了 你这个人就太可悲了 明白吗 能不能把家里这点事先搞定了 暂时如果你找不到工作 能不能为家多出一些力气 做做家务 照顾孩子 你主内 老婆主外 这也是一种希望 明白吗 如果你不想走到 离婚那一步的话 麻烦你脚踏实地 找一份力所能及的事来做 什么工作遍地都有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 低下身去做 你是人家的父亲 你是人家的老公 明白吗 做好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吧 好吗 就这样 确实我也挺像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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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生整个的人生 代价太惨痛 希望你早日自省 好吗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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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你真的应该感谢 谢谢你妻子对你的宽容 努力加油 为了这个家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 重新开始的时刻 请见证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以后我会好好对立好孩子 不会像之前那样了 来吧 来吧 我们的工夫妻 我们的工作 然后把那个羊 羊羞 好 好 加油吧 为了幸福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到来 请挥